- 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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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朋友 - 不理你 - 真是很 - 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 对 - 然后你也不晓得原因 - 对 - 反正大家有很多很多的黑人问好 - 没错 - 对 - 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好朋友还可能有时候联合起来 其他的人一起来讨厌你 一起来排挤你 那都是很严重的情况 其实呢 朋友的关系就是这样 任何人都要一起愿意呢 有这段友情 这个关系才能够往下 所以我在想你可能可以呢 可以先发一封很简单的一个讯息 告诉你的朋友 其实我有感受到你对我的冷落了 那不晓得是不是我有什么 做了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 那我愿意跟你道歉 那当你这个简讯发出去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在告诉对方说 你是愿意再继续跟他维系这段友谊的 那如果假设呢 他对你的回应很好 非常的有善意 那我就觉得很好啊 很开心啊 因为这样的话表示你们的友谊 可以继续下去 而且往往啊 我的经验 反而你们会变成更好更深交的朋友 因为他可能就会把一些他里面的不开心 可以很真实的来告诉你 你们的关系反而可以更加的亲密 更加的真实 可是如果假设呢 他对你的这个讯息呢 回应不是那么好也很冷淡 那我觉得其实你大概就放过自己 然后呢 你也给他一点点的时间吧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啊 不要觉得好像否定自己 也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其实他们是愿意向你伸出友谊之手的 所以我也建议你可以好试着 再跟其他的人建立一些友情的关系 友谊的关系 那很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 又重新复合 可以继续的维系你们的情感 谢谢宁牧师 在你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事实上在这段友情的当中 会是可以成为主动的那一方 主动的去问他 主动的去跟他和好 谢谢宁牧师 那我知道我下一步 我应该要写一封解释给他 谢谢宁牧师 拜拜 拜拜 我继续读书了 这个天国文化